这是一部被禁了26年的反战电影 它让当时的德国普通民众看到战争的真相 让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明白自己受到了欺骗 这就是根据同名字传题小说 经历了两次改编的电影 也被称为最好的反战电影《西线无战事》 苏联电影大师谢尔盖艾森斯坦曾说过 避免战争的最好方式 就是每年把《西线无战事》在世界各国上映一点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西线无战事》2022最新翻拍版 当2022年最新一次上映 它一周时间内评分标志8.7 只因它让和平年代的我们看到 年方18的天真学生 被战争教导着如何杀人 如何泯灭自己的人气 去杀戮其他人 然后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那一年是1917年 寒流笼罩在西线战场的尸体和土地上 战场上的士兵每天都在重复两件事 毫无畏惧地冲锋 毫无意义地送死 后勤的补给员也在重复两件事 巴夏刚刚死去占有的衣服 扔上前往制衣厂的火车 沾满血迹的衣服被扔进染缸 简单地瓢洗 晾晒 缝骨 一件新的军装就诞生了 国内的政治家正大肆鼓吹战争强国 慷慨激昂地洗脑演讲 总是能精准刺激到学生的青春和尔玛 建功立业 为国争光之类的言论 充实在每个热血青年的脑海 保罗越听越亢奋 他坚信 只要再过两个星期 他们就能挺进巴黎 让德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于是 他和两个朋友一起 伪造父亲的签字报名参军 当他兴奋地从长官手里拿过军装 保罗抱着缠满冤魂的衣服 天真的相信了 此时他还饱含热情 幻想着战争胜利 自己和朋友们成为万人敬仰的英雄 可是还没走到前线 运送新兵的卡车就被医生拦了下来 因为伤员急着转移 这群新兵弹子不得不徒步前进 可刚走了两步 这片战场就送给他们一份独特的见面 新兵们手忙脚乱 当他们好不容易来到前线阵地 再次被现实给狠狠打击 这里没有想象的冲冲陷阵 斩杀敌人于炮火之下 有的只是怜眠不绝 比人还要高地欠好 而他们接到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用头盔把欠好里的谁咬出去 这和保罗渴望的战场截然不同 他渴望杀敌 而不是用冻僵的手指 机械地咬出浑浊的泥水 半夜战岗 他看到战场上有一名还未死绝的法国士兵 他激动万分 兴奋地拿下了职业生涯的首杀 可下一秒 死神的镰刀就和他擦肩而过 保罗惊魂未定 一个老兵走来告诉他 在夜晚开枪 打一枪就要换一个地方 否则 被击穿的就是自己的脑袋 这时 一颗照明弹划过夜空 保罗还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敌人的炸弹就已经到了身旁 他只听见中尉在喊躲进防空洞 他木讷地跟着人群一起躲进狭小的地洞 身边的朋友已经被吓哭了 可敌人的轰炸依旧一波接着一波 眼看防空洞要顶不住 有人想要逃跑 可还没出门 就化作了一滩碎肉 当保罗从炸弹的震荡中醒来 他看到战友就死在自己身边 中尉把他从废墟里挖出来 又赶忙去救其他伤员 环顾四周 保罗的大脑一片空白 当他回到嵌豪 老兵凯特递给他一块坚硬的干面包 他狠狠咬了一口 可刚吃了一口 繁琐的工作又来了 长官扔给他一个袋子 让他去收集阵亡士兵的名牌 保罗走在肮脏的臭水沟 从面目全非的尸体上扒下他们的名牌 突然 脚下传来碎裂的声音 他低头看去 居然是最好朋友的眼睛 而就在不远处 他的朋友已经成了一具破碎的尸体 这一刻 保罗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死亡 什么是战争 十八个月后 保罗已经彻底麻木 战争一刻不停地进行着 前线战场却没有丝毫推进的迹象 保罗已经不再渴望胜利 唯一能让他提起兴致的 就是和战友在空闲时间 跑去抢走农场主的一只大鹅 然后跟兄弟们饱餐一顿 每当这个时候 保罗的眼睛里就会重放光芒 期待战争早日结束 可绝望的事情总是不期而至 保罗被派遣寻找一个失联的新兵队伍 当他们穿过狼藉的战区和满是尸体的平原 保罗在一个废弃的工厂 而这些新兵大都是只有十七八岁的孩子 短短几周内 德军的阵亡数字来到了四万之多 要是再打下去 德国的年轻人就要死光了 国内社会民主党向高层提出停战申请 可在谈判以后 法国却开出了割地赔款的耻辱条约 德国高层们犹豫不决 西县指挥所里的好战军官 却认为这是天大的耻辱 他下令让士兵们继续战斗 要趁黎明给法国人致命一击 还在睡觉的保罗和战友被中尉叫醒 他们连夜来到前线 在嵌豪面前严阵以待 当前进的号令响起 一群人面无表情的冲锋 几百米的阵地毫无遮拦 成片战友被呼啸的子弹收割 保罗熟练地握斗 扔出手雷开刀 然后迅速冲刺 敌人从后面冲来 他可以熟练地侧身躲过 然后用军工厂还击 他们顺着嵌豪一路推进 在一个堆满食物的房间停了下来 也不管此时身处战场 抓起食物就往嘴里猛赛 可突然 桌子剧烈摇晃 老鼠成群逃窜 保罗欲感到大事不妙 他赶紧往外跑 透过薄雾 保罗看到了人生中最可怕的东西 那是一台最先进的钢铁猛兽 从未见识过这种武器的士兵们 本能地开枪扫射 可子弹根本没法击穿坦克的钢板 突然他停了下来 展开了毁天灭地的攻击 炮弹轻易就把嵌豪炸开 数不清的士兵被炸死被炸残 一瞬之间 德军好不容易打下的阵线全面崩溃 终未让他们坚守阵敌 可下一秒 他就被炸了个粉碎 有人在绝望大叫 也有人蜷缩等死 经验老道的凯特一看出坦克的弱点 他叫上保罗追上坦克 把一颗手雷塞进一带 坦克被逼挺 可身后的嵌豪 已化成了一片人间炼狱 恐怖的火焰喷射器居高零下 保罗拼了命地往回跑 突然一颗炮弹在脚边炸响 等他回过神来 只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敌军包围 他举手投降 可还是被敌人活活烧死 此时的德国已经大败 上级也终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保罗跟着大部队一起撤退 突然一个猎起 他掉进了一个大坑 此时敌军正呼啸而来 他只能把投赛进一里假装尸体 可他还是被一名敌军给发现了 正在对方要开枪的时候 竟被自家的炮弹误伤 保罗赶紧冲上去补刀 他的匕首直插对方胸口 连续几刀后 法国人不再挣扎 可他还没有死绝 冰死的喘气声不停在保罗耳边回响 而他的喘息声 像猫爪一样折磨着保罗 他的心灵被触动 长期被战争扼杀的人性因愧疚而觉醒 这一刻 他从一名士兵变成了一个人 他用手绢给士兵递水喝 然后解开他的衣服 想要救他一命 可这一切都太晚了 保罗抱着对方的尸体哭泣 不停地道歉说对不起 在那名士兵的胸口 他翻出了他的家书 里面还有他亲女的照片 当枪声停止 保罗有了走出大坑的机会 他越过湿海回到营地 发现这里所有人都在欢呼 一问才知道 德军高层答应了停战谈判 这意味着 战争即将结束 保罗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伤病营里的贾登 他试图安慰贾登 贾登却反问他 我这个样子 还怎么回家当警察 保罗深知 那一直是贾登的梦想 他无言以对 只能取来食物让他补充体力 贾登问他是否拿了餐具 保罗递过叉子 可下一秒 他就狠狠扎向自己的脖子 战争的折磨 梦想的破灭 所有的苦难都让贾登痛不欲生 所以 他选择了自尽 周围士兵冷冷地看着 死亡于他而言就是家常便饭 可战争 到底带给了人类什么呢 此时 在交战国高层的谈判桌上 德国正式签署了停战协议 只要到了上午11点 战争就可以真正结束 为了庆祝这一时刻 凯特提议再去偷一只大鹅 他和保罗翻墙进入法国农民的农场 刚拿到一颗鹅蛋 保罗就被发现了 他赶紧带着鹅蛋逃窜 险向还生躲过几发子弹 跑了没多远 包里的鹅蛋碎了 凯特急忙用碗接住 把蛋打在碗里 用刀搅拌一下 直接大口喝了起来 凯特说要去树林里方便一下 可当他结束后转身 看到农场主的儿子 正拿着猎枪对准了自己 当一声枪响后 保罗看到了中枪的凯特 他腹部中枪 看起来有些严重 保罗赶紧带他往回走 路上有军的卡车驶过 保罗高声求救 他们却只顾着欢呼庆祝 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保罗继续扛着凯特往营地走 当他好不容易送回医院 医生却说 其实你不必大费周章 因为他已经死了 保罗一下子崩溃了 他不愿相信 身经百战的凯特 会倒在胜利前夕 更不愿相信 十分钟前还一起说话的朋友 会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难道平安地回家 真的很难吗 保罗万念俱灰 但更绝望地 还在后面 距离停火还有一个小时 将军突然召集所有士兵 因为他咽不下投降这口气 所以 他要让自己的战士们 也咽不下这口气 他高喊着继续战斗 说战争是荣耀 个人生命在国家利益面前 微乎其微 这样的话保罗已经听到麻木 随着将军下令全力进攻 要在十一点前占领平原 他们才知道了他疯狂的目的 有人高声抗议 立马就被执法队就地枪毙 士兵们全部集结 此时还有15分钟战争就要结束了 但他们不得不进行最后的冲锋 另一边的法国部队 正在庆祝胜利的到来 直到听见了头顶的脚步声 才意识到战争并没有结束 他们手忙脚乱 抬出机枪防御 保罗随着人群木然的冲锋 他没有思考 只是一昧的拼杀 他也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 当他冲进敌军欠豪 救下一名刚上战场的新兵 又和法国老兵打了起来 他勒住对方喉咙 却被甩进了水坑 士兵把他的脸按在泥里 他抓起石头还击 两人扭打中一起滚进了防空洞 站起来后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 可突然 一把刺刀穿过了保罗的胸口 而就在此刻 外面传来了停火的高喊声 对面的法国士兵看着他 犹豫了一下 转头离开 保罗撑着最后一口气 迈着亮枪的步伐往外面走 他看到战场上烟尘四起 但一切都停了下来 原来 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时刻 可惜的是 他的生命 永远留在了战争的最后一秒 而远在豪宅的将军 一脸不甘心地盯着挂中的指针 战争结束了 可侵略思想和民粹主义思想依旧存在 他们会潜伏起来 等待时机成熟 荼毒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让他们成为铸就自我欲望的燃料 前仆后继 横式遍野 而战争结束的那天 所有付诸生命热忱的年轻人 都会被一句轻描淡写的 西线无战事所掩盖 战争从来都不是荣耀 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能从历史和电影中学到 就是珍惜现有的和平 同时 愿东线也无战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电影金山脚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